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在我们这个团里面就加入了这些普通小孩 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改善这个社会的土壤 我的生活一日一日的都是这么过 我妈妈跟我说发现我这个症状应该是在一岁多的时候 然后就去医院去做康复 做分腿啊 还有练腹部的肌肉练腰部的肌肉 谢谢他就是因为早产 当时医生就说老贪 肯定都是想给他好一点的教育啊 去学校 但是因为他这个情况 而且我们也是外地的父口 就没有学校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孩子 杀杀杀 田野里 到现在的愿望也是 就是去上学 不再是 你个人了 他们会帮我做一些小的事情 你一起玩啊 一起学唱歌啊 对我的生活 进行了很大的改变 希望之后最起码就是做到能自己 自己大小便啊这样 到合唱团里面的话 对他的能力就会有所提高 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涌入这个社会吧 我将来的话想当音乐家呢 我当然要弹电背诗啊 大家好 我叫韦泽 我都去过加拿大 美国 法国 去迪拜 去塔塔尔 去澳大利亚和西西兰表演了 在两岁半以前 他是一点语言都没有的 就诊断为中中度自闭症 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很绝望 一年级结束了 我们就离开普通小学 转到特殊学校就读了二年级 一种心里焦脆的感觉 不过后来慢慢的就也走出来了 觉得孩子这种情况一定是要靠家长 靠家长去从悬崖的边上给他 拉回正常人群来 你一定不放弃孩子 一个孩子一个人他将来要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的 而不是在父母的庇护下 不是在特殊机构的庇护下去成长去生存的 我们还是想还是让他回到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 接受正常孩子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有个Fly Day小夜团 这个小夜店就是融合性质的 他会跟大家融合在一起 就学到一种团队的精神 我觉得他们很享受很开心地去成长 音乐、艺术就是他的生命 11岁的时候让他学到钢琴 改头幻面的感觉了 第三年吧 他就自己尝试的是写谱子 他会写一些早晨、黄昏 他会写一些森林、海岛、奏鸣曲、回弦曲 太有想法了 这个就是艺术带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他想把他的音乐提高到一个高度 我希望他有一份职业 有一份工作 将来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就是在简直播 我的感觉 它是能够得完整型的 gere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